诶 怎么是有单线道 诶 怎么都是车子 那我车子要骑哪里 好离谱的违规停车 就出现在吉隆中正区 一整排协停 半个道路都被车辆占据 居民说晚上违规停车情况更严重 环线以内是我们社区的道路 环线右边是他们这个社区的道路 就乱停啊 晚上都停到这边过来 整排都车子没有办法过来 像消防车没有办法进来 因为车辆都随便停 因为是私人涂地 没有办法取地 地面上红线是社区划设 警方无法取地违规 不过之后了解 其实这条巷子的地主 早就同意配合市府划设红线 又是市府计划道路 但迟迟没有办理移交管理程序 对 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私人涂地 私设巷道 那它已经三四十年了 那已经是计设的道路 所以我们这边有地主的委托 就是希望可以让它变成道路正式 然后让市政府来列管这样子 这个土地是 这条道路是两边社区的私人地 可是政府征收来让它变为交通道路 可是它只用它不管理啊 那我们如果是它现在有红线 你去检举违规停车也没用啊 因为是私人地 警察就跟你说私人地是不能取地的 也不能开单的 那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那106年跟109年呢 都发生了两次的火灾事件 严重影响消防车的一个救灾 还有救护车的一个通行 那其实连一般的民众 要通行也非常的困难 那这样的一个违规停车乱象呢 是因为没有划设红线所制 那相关单位市府相关单位 都没有做出接养管理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开辟计划道路之后 通行了35年 那其实它就已经属于公共地义 应该要划设红线 应该要做接管 如果万一有火灾发生 我们的营医车是必须要到达 那营医车来的旁边是要驾出去 用一个救灾平台 所以从刚才这样看的话是有困难 那如果最好是能够划设消防向盘 不管是救灾救护 这个都能够符合我们消防救灾的一个原则 经过现场会刊 基于公众安全考量 议长同志委当场做成财事 过去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不管是市府还是民代 都是以市民安全为优先 但是过去没有先把相关的程序整理好 那如果你像这个是私人土地 私人向盗 那在都发处的补证程序上面没有完备 那我们想安全优先 所以在住户安全优先的第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先请相关单位做可以执法的准备 后面再来补证程序 所以过去不是不重视 是看怎么处理 所以我想选对议员非常重要 那我们把这个程序补证的这个顺序来做颠倒 那其实对住户是安全的 那对行政程序 对公务机关来说也是安全的 尽管程序还不完整 但金鸿市已经决定先行执法 后面再补走完程序 要将当地居民的安全摆在第一位 记者黄绍鸣金鸣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